我們最後看還有什麼這個 治療神器 壞了 刷牙 入口氣的時間到了 刷牙 請問 這是什麼 刷牙 有什麼你們覺得 可以當作什麼神器 這個盲猜啦 盲猜 調理腸胃 對 你寫出來感覺都怎麼樣 對 好像 我寫 嗅覺 韓竹 寫口腔 口腔跟牙齦相關的一定是 靠刷牙嘛 那我覺得好像嗅覺 不理你也可以靠刷牙 看你們通一通 是這樣嗎 家瑋也是腸胃 好啦 這次 妳看吧 大家都又錯囉 那我一直零分 答案是 想不到了吧 腎臟 來 洪醫師 告訴大家 這大家覺得很遙遠對不對 對 我們要解釋一下 因為牙齒的健康不好 像是常常有一些 對不對 對 容易造成 我們血壓跟血糖控制 不佳 舉例來說一直在發炎 血糖就會很不穩定 一直在痛 大家知道 如果說天氣冷血壓差三十度 會差個二十的血壓 可是如果牙齒的痛 差個一百都有可能 血壓瞬間暴衝都有可能 真的 會差非常的多 所以血壓跟血糖 跟我們的牙周健康很有關係 可是下一步 三高裡面 如果說腎臟功能不佳 其中第一名 糖藥病控制不好 第二名 血壓控制不好 第三名 藥物濫用 這些跟三高都很有關係 所以一步一步扣下來 對最後腎臟是會有關係的 所以這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好好的刷牙 口腔的衛生跟後續的 看起來是一件小事 最後卻變成很大的事情 包含腎臟都有影響 那其實我們自己遇過的一個 阿伯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平常一開始三高都有在吃藥 控制的都還不錯 糖化血色素有糖尿病的 控制到六到七之間 他大概都一直在這個範圍 那血壓都一直在120 80左右 都很穩定 很標準 結果有一次回診之後 我們就發現他血糖 糖化血色素突然變成大概八左右 那血壓大概都是 我看他家裡兩個本質 大概都是 一百六 一百七 就問阿伯最近有沒有亂吃啊 阿伯就說沒有 問他有沒有好好吃藥啊 他也說有 問他有沒有好好運動啊 他也說有 我想說 我再換個句子問 那你是不是吃藥還有剩下 他說你這句話就是套我 有沒有認真吃嘛 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我有認真吃了 你不要換句子的問題 我不知道 我想說 被發現我要幹嘛了 所以因為我就覺得 他是不是藥不認真吃 什麼都一樣 怎麼有可能結果不一樣對不對 阿伯就說 不管啦 你就先把藥調一調 好了 加點藥啦 所以最後我就把藥 給做了一些調整 再過了三個月之後 血糖就控制得還不錯 我就想說 阿伯我這個藥物調整有沒有 剛剛好啊 阿伯就說 其實那些藥我都沒吃了 加了藥他全部沒有改 他就到舊的吃 他說他回去想一想 好像最近有變的事情就是 他的牙齒出問題了 因為他在那一陣子就是 牙周病很嚴重 牙癮他有一些化膿啊 捕狼啊 感染啊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治療 他每天牙齒都很痛 所以這點是又提醒了大家 牙周健康在發炎的當下 會讓血糖很不穩定 這件事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後來他把牙齒處理好之後 好像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好好的刷牙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喔 這個太神奇了 老師 那刷牙不只是可以保護腎臟 還可以保護心臟 病例當特別的是 我們心臟科跟牙科 一起會診治療的個個案 有五十幾歲的男性病患 那剛開始的時候是 覺得心臟不太舒服來做檢查 那一般來講五十幾歲 有三高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個心臟的問題 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照曹英波的時候就發現 他 那這種二間半必鎖不全 通常大概就是年輕女生 比較常看到 然後查了一下他之前的那個 心臟超音波報告 前幾年沒有這樣 那今年為什麼閉所不全 超音波裡面就看到有個影子 好像一坨什麼東西 卡住他的那個瓣膜 那我們要知道瓣膜有點像是 我們心臟心房心室之間的門 把它關平常都關得很好 那今天有一坨東西卡著 就是門就關不緊 關不緊的話 那罐流就會出問題 那查一查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溯去了看才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 有很嚴重牙周病的病人 那牙周病這些細菌會堆積 堆積的時候沿著血流 跑到瓣膜上面 然後就住在瓣膜上面 所以那坨細菌是從口腔來的 所以後來當然就是心臟科接手 把他的瓣膜給修好了 那他在牙科這邊 就把他的牙周病給修好了 那修好的那個源頭 其實不是把牙齒怎麼 就叫他正確地刷牙 所以這源頭其實是口腔衛生 那可以影響很多事情 所以人家為什麼講說 口腔牙齒有問題 有時候往往會影響到你的心臟 所以為什麼拔牙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對不對 有時候你有三高 我們都要先去請教一下 醫生再來拔牙 適不適合 來 蛋哥 我跟你講我剛才聽了 馮醫師這樣講 真的心有氣氣 為什麼你知道 三高就是血糖高 血壓高 血脂高嘛 對不對 我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智慧 最好是收入啦 我跟你講一個是 脾氣高 一個是 記憶高 好不好 為什麼 記憶高 大家剛剛都見識過了 記憶高 記憶高厲害啊 但是脾氣也很高 為什麼 剛才大家也已經見識 我跟你講 我們是 這個年紀越大 越來越固執 然後脾氣也越來越不好 那但是呢 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的脾氣高 會影響你的血壓 跟你的血糖 因為只要你脾氣一來 它的血壓自然就會上升 血壓會跟著一起帶上來 這都是互相影響的 你知道嗎 對 那個不是說 你今天發了一段脾氣之後 然後你 然後Calm down之後 這個就 它就下來了 它不會下來的 它還是在那個地方 他說 你有家族病史嗎 我說對有 我媽媽就是 他在生前 他就是會有那種 就像剛才 同時講的就是牙齒 就常常會有出血 然後他壓是破皮的話 不容易好 是 糖尿病是這樣子 糖尿病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 你也要注意你自己本身 因為你的血糖已經是 也等於是糖尿病前期了 所以你要非常注意 你要 保養你的身體 然後注意你的情緒 不然的話 他說你是不是有一個小女兒 她的未來 其實都在你的身上 所以有時候 我聽了一聲的話 現在就是 你要好好活著 我要修心養性嘛 可是你修心養性 要怎麼做呢 對不對 因為外在的壓力 還是很大 所以其實保健很重要 對 那 我跟你講 不是一般朋友 我老婆半年多前 幫我找到了一樣東西 跟你講 我吃了半年 那樣東西 這個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為什麼 你現在看我的精氣神如何 超級不得了 是不是 是 中氣十足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馬上告訴你 厲害了 厲害 乃哥 我們這個年紀 你剛剛不要再框我們了 什麼我五十出頭 我現在就問你 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什麼東西最重要 其實我跟你講 健康是真的是最重要的 當然 醫生都會告訴我們 健康是就是 你要控制飲食 保持這個適度的睡眠 還要運動對不對 對 可是我跟你講 我老婆 我剛有講 她常常會幫小孩子 買益生菌 對 益生菌其實發展很多種 對不對 然後我常常會偷吃一個 她說 這不是你吃的 我專門幫你找一種益生菌 這個益生菌 我告訴你 不是台灣的 韓國的 這個韓國的益生菌 它有特殊的 肉桂萃取物 那你在想 那他們是經過了 三十年的發展 他特別送到美國去檢驗 經過美國農業部的檢驗 你知道發現它裡面 它那個有一個 特殊的聚合物 它對於肥胖 非常非常有就是效果 那就是我吃了以後 我反而就是 提升我的精神跟注意力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吃而已 我的家人也在吃 有時候我的家人 我老婆 還有我的朋友也在吃 其實他們吃了以後 都有同樣的感覺 他說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東西 為什麼不介紹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 對 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來分享一下 像這樣子的好東西 我說句實在話 那個真的是人家 幾三十年的經驗才出來的 所以不是一般 我們在市面上面 所看到的那個益生菌 益生菌其實效果就是說 我們的腸道是一個叢林 好菌跟壞菌一直在戰爭 那像這樣子的產品 它就會幫你的好菌跟壞菌 跟好菌越來越多 可以調整你那個比例 讓你可以對抗壞菌 所以這種益生菌 專程介紹給大家 好 太好了 對 滑乾講得很好 反正不管怎麼樣 能夠讓我們身體健康的 我們就多來用來輔助 對不對 我真的吃了 對 來 韋傑 韋醫師 大家知道 全世界洗腎地名是台灣 而為什麼洗腎人口這麼多 這件事情跟前面所說的 像 三高啦 腰無難用啦 或者是一些 肥胖這些都有關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糖尿病 那根據統計 46人 新洗腎的人口 是因為糖尿病控制不佳 造成那種腎臟不可逆的一個傷害 就導致腎功能的衰退 最後走向了洗腎的人生 那其實隨著 醫學新知的一些發現 就人體腸道的一個 菌相的一個平衡 那益生菌 對於人體的保健 範疇也越來越大 那近期也被用在像是一些 心情啦 以及運動啦 以及像是我們的 控糖跟醬子這些 那也有越來越多研究發現 這種我們的人體腸道的 菌相的一個平衡 對於我們腎臟機能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一般的益生菌 我們知道是主要是針對 消化的一個問題嘛 那有部分的專用益生菌 它其實能夠促進代謝 像是腎性益生菌的部分 能夠保護腎臟 那主要是透過降低血液中尿毒素 來達到這個目的 而如果我們有興趣 有想要 有需要的朋友 其實是可以試試看 那好菌如果補充對了 其實就可以維持健康 是 大家其實都很有這方面的觀念 沒錯 是不是 我們今天有點大開眼界 你看高跟鞋 口香糖 對 牙刷 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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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經過證實是有幫助 口香糖還可以助減重 回去我要訂兩箱 好啦 這個叫養成好的生活習慣 其實我們對我們健康 都是有幫助的 對 不要猶豫 好 現在開始實行了 來 祝他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按下小鈴鐺 請按下小鈴鐺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